HELLO 大家好,我是Hailey 又來到Dacon有懷疑 今天我們的題目就是 為何飛機你不可以等下 一張登機證上是寫明了 乘客大約20分鐘至30分鐘前 就要去到閘口準備boarding 但大部份的人都不會跟隨20分鐘 有些可能會早點,有些可能會遲點 甚至有些人會遲到,然後會失去那班航班 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 為何飛機不可以做好心等多你兩三分鐘 或者是否真的20分鐘前去到閘口 是甚麼時間,是真的最後最後最後一定要去到閘口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未說飛機之前,不如說說登機櫃桌 其實3個小時前是一個非常理想的時間 因為很多登機櫃桌都是起飛前三個小時 開始開閘口去工作 當然,有些航空公司在香港不停有飛機飛的話 可以很早,甚至乎差不多一天前就可以做check in 然後最後的check in時間 大約是八個字至一小時之前 其實一小時也是一個很問稅的時間 大家真的不要比八個字 其實這個系統結束了 開閘不是一件說開就開的事 我們要有很多不同的部門溝通 要去問 最重要是你的行李是真的有機會趕不及的 行李沒有腳的,它是不懂得加快去跑 所以就真的不要去到這麼問 我試過在英國和意大利拿著職員候補機票 最後一分鐘才拿到登機證 那時候剩下七個字左右 然後衝進去Immigration的時候 那條隊是排到打蛇餅 完全是沒有人幫你勁務 甚至我找工作人員跟他們說我趕飛機 他們是完全不理我的 之後Immigration是好像樹賴的速度去工作 是心急如焚 總之一過了Immigration和海軍 我是直奔去集房 大家應該一直很有疑惑 其實飛機一早都放在這裡 我還是遲一點 為何不等我 我等多五分鐘 不是很過分 但是大家不知道 其實飛機是有拍機費的 拍機的位置不是免費的 其實航空公司是要給機管局一個拍機費的 每一分鐘延期都要給幾千元 所以這就更加解釋到 為何飛機都會準時起飛 然後我就想說一下Bording的timeline 飛機起飛前的大約一個小時前 Dacon就會開始在閘口做準備 Dacon其實要準備的東西都挺多的 我們要開設系統 放一些物資 然後要檢查飛機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 有沒有訊息要送給乘客 如果有轉位或升級的東西 就要印刷一張新的登機證 然後大家經常看到後面的版 有航空公司的Logo 寫著什麼預備登機 正在登機 都是Dacon在系統中可以做到的事 如果飛機是非常滿客 然後有看到很多人拿著手提行李箱的話 Dacon也會去問一下 有沒有人想去託運手提行李箱 因為飛機裡面的空間可能不夠位置去擺 這些通常都是Dacon的工作 而飛機理想的登機時間 大約會在起飛前的15分鐘至20分鐘左右 所以為何我們的登機證 都會寫在20分鐘前 大家要去到閘口 而飛機起飛的5至10分鐘前 大家應該都會看到 排隊登機的人數越來越少 差不多清潔隊左右 我們就會開鐵看定 飛機還欠多少人來上機 就會印刷客人的記錄 一個記錄其實給了很多資訊 客人是什麼國籍 名字 什麼性別 然後大約多少歲 根據這些資料 我們就可以其中一個地勤出去找人 我們這個尋仁遊戲 大家應該都會見過 拿著快板 有沒有人搭這班機的 Any Passenger to 哪裡 然後有個Flight Number 航空公司的Logo 盡量找到我們的目標 是中年男人 或者一個年輕的女士 說真的 大約是什麼人 我們在哪裡找到 都會有些少少經驗 例如有些在煙房 有些在購物的地點 有些人可能轉機時間很長 睡覺睡著了 這些都是一個地勤經驗 累積 可以盡量幫到我們去找客人 而地勤出去找乘客的同事 我們在櫃櫃也會做一個動作 就是找你們未上機的人的行李 以下來說的東西 應該都算是一個小秘密 如果你在香港站或九龍站 你的行李會放得很深入 要抄的時間會比較久 所以如果我們在記錄看到 在這些地方check in 我們會比較早就開始找你的行李 然後我們在找行李和找客人 在同時進行期間 就會有一個時間的驚慨 如果飛機的起飛時間已經到了 我們欠的客人真的不多 行李先找到的話 行李就會退出 飛機就會關門走出去 但是如果行李未找到 但是找到客人 而客人又比較近距離 可以跑到閘口的話 其實收回的機會就會比較大 如果你真的遲到的話 飛機是不會早到離開不等你 但是飛機是會準時離開不等你 而且很重要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不是飛機飛幾多點 你幾多點去到閘口 這樣是很容易出事的 飛機飛幾多點 你真的十五分鐘前 最好就去到閘口 你當留一點時間在附近去廁所 接著在閘口拍照 打卡上網 跟家人講相機也好 真的不要去到那麼問 因為飛機起飛了 它就不會回頭 它不會十五分鐘二十分鐘 就約一班的航班 所以這件事真的會得不償失的 而如果你真的上不到飛機的話 其實地勤就會幫你查看下一班的航班 你將機票改不改得 要補多少錢 再幫你去預約 然後把你的行李掛到新的航班 這些都會有地勤去協助你的 不需要害怕的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少少少 關於時間 以及飛機在等人的時候 地勤在做什麼的資訊 希望你喜歡這類型的地勤小分享 我都會努力拍密一點給大家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分享 記得給個LIKE 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篇 逢星是六間三篇 和星是日間到12點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